大家好,我是阿萨外汇社区的刘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外汇投资安全局节目 那么做外汇交易啊 平台的安全问题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判断一个平台是否正规 那么查询他是否受到正规的监管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那么英国的话是现在世界上金融服务最完善最健全的国家 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FCA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金融监管组织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都以这个严密苛刻的监管条件而出名 FCA的监管牌照呢 也是非常多的外汇经济上梦寐以求的 那么现在呢 有不少的外汇经济商都打着FCA监管的名号 去进行的这个外汇零售业务 那么这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让交易者摸不着头脑 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如何去查询一个外汇经济商 是否受到了FCA的有效监管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FCA它的这个监管类型 那么FCA的监管呢 分为以下这四种牌照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首先第一种是全牌照监管 那么全牌照监管 必须要经过FCA的这个审阅 并且呢要在英国去设置这个实体办公室 那么这种多数都是有这个资质 去持有客户资金的 那么这个呢也是FCA最高级别的监管 第二种AR牌照 那么持有AR牌照的公司 它本身呢并不受到FCA的监管 而只是受到FCA直接监管公司的监管 也就是说FCA直接监管公司 去负责这个AR的资质审核 那么这相当于中间隔了一层关系 那么第三种是欧盟牌照 那么根据欧盟现行的这个监管法令 任何一个在欧盟某一个国家取得的监管 那么其他国家都应该予以这个供认 比方说德国意大利以及法国等金融监管牌照 那么这种监管啊其实是最弱的一种 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啊其实大于实际意义 好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第四种啊 那么第四种是支付牌照啊 那么这种牌照呢主要是针对支付公司去搬帮的牌照 那么和我们常说的这个外汇零售啊有一定的这个差别 好了那么下面哈我们以这个CVT Marks平台为例啊 我们说一说这个哈怎么样来查询FCA监管牌照的这个距离步骤 来首先哈我们来看第一步哈刚才要打开这个FCA的这个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很好找 好了那么中国区哈第一次登录的话呢都要这个输入验证码啊 这个也很简单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画面当中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我画了红光这个东西哈那么点击一下哈这个位置啊点击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进入到了这个查询的页面 那么在这个红色的区域大家看一下哈输入这个经济商的这个名称 或者是监管号哈那么监管号的话能在这个经济商的这个官网 你们查到哈那么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整个经济商的这个状况了 好到第四步我们开始哈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信息哈 首先就要注意这个我们所查询的这个公司哈 它的名号和这个监管是否符合哈 那么如果符合的话OK我们继续点击哈看这个哈 看这个哈详细情况如果授权的这个状态大家注意哈 为已授权的话OK那么就表明了这家公司哈 已经得到了FCM授权了好同时我们点击一下哈公司称号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哈它就会跳到这个FCM监管的这个详细资讯 那么接下来哈要注意的地方有几个点我们看一下哈 第一个是状况需求要为已授权哈这个非常重要哈 一定是已授权哈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洪框里哈 这个一长串的这个英文那么就表明了这个公司呢 已经加入了金融服务补偿计划哈FCS哈 好那么当该公司出现问题啊而关闭的时候的话呢哈 FC会根据这个补偿规则对这个出资者哈 对出相对应的这个补偿哈 一般我们是说的这个5万英鲍哈 第三个我们来看来点击洪框里的这一栏 我们看一下哈打开这个相关机器我们看一下哈 那么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的状态哈 哈是已经怎么样授权的哈非常明确哈授权的 那么洪框里的英文哈表示的是什么呢哈 哈这个是一家被允许提供规定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而这个时间2014年的7月31号哈则代表着这个授权 开始生效的时间哈好了我们看了完了以上哈 所有信息的话都没有问题的话OK我们就能够确认哈 这个经济商是处在FCA有效监管当中的 所以哈查询经济商哈是否有FCA的监管其实也并不复杂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些内容了啊 正如哈我开头和大家说的那样哈 现在的话呢有不少的经济商都打着FCA监管的这个名号啊 进行着这个外汇零售业务 这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实际上真正受到FCA监管的外汇经济商哈 可以说屈指可数而FCA又是现在什么最靠谱的监管组织 假如平台关闭那么客户也能享用到最高5万英镑的配商发烂啊 在此呢选择经济商时一定要查询你所开户的经济商是否具有FCA的全台照 你维护你自己的财务安全 好了那么我们本期的这个外汇安全节目就这些哈 那么如果你还有这个外汇平台哈相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阿萨社区来进行咨询啊 朋友们我们下一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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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